我們現在來實際接看看 老師呢您就看看您要哪一種 哪一個燈 那這個呢記得 長短腳 長腳是陽極 所以你要接在我們的 訊號線 因為我們這個 跟虛擬的不一樣 你沒有辦法腳開太開的話 你就把它接在13就好了 我們上面那個13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 這裡13齁 我就把長腳接在13 因為旁邊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小的 旁邊就是那個GND 接地的部分 在這裡 這樣拉進來 老師看的比較清楚 有沒有 我現在是長腳接在13 短腳接在GND 那這樣就沒有經過杜邦線 沒有經過杜邦線 這樣老師應該也比較容易 那 基本上一個原則 建議老師平常在用的話 最好是斷電再來接 這樣相對比較安全 雖然LED燈是很便宜 一顆吧 單獨買應該是一兩塊就可以買到 但是其他設備 有的一個便當有的 可能要十幾個便當 會比較貴一點的 你就盡量養成習慣 斷電之後再來接 那你確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真的可以把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線 線的部分呢 你看我就把這個接進來了 把它接上來了 您先看一下 如果您在接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下面這裡會有燈在閃 有一個燈在閃 表示它正在連接Wi-Fi 那如果連接成功的 正常情況下 它應該就熄滅了 表示你已經連到網際網路上 那老師你可以偷看一下 偷看哪裡 翻過來 還記得啊 你們的在正面的齁 有沒有Device ID Device ID對不對 欸你就 先記一下那個Device ID 有分大小血喔 有分大小血 所以你那個大小血要稍微留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是玩真的對不對 所以就不在那個模擬器那個介面喔 要在哪一個介面 欸不要 不要繼續留戀模擬器的 虛擬的雖然很好玩 但是我們要實際動手做的喔 那真正的網址在哪邊 在這邊 欸上面這裡 BLOCKLY 好看一下 BLOCKLY BLOCKLY 點Webduno 點IO BLOCKLY 我們來 BLOCKLY.webduno.io 我們真的就要來這邊 所以你如果 因為他現在 我是想跟他建議一下 就是那個上面齁 應該要稍微說明一下 不然有時候 平常大家沒有注意 可能會有點混淆齁 好 我們現在進到BLOCKLY.webduno.io 這個地方 好 那您進來之後呢 先不要急著寫程式 先從哪裡 右上角這裡 還記不記得 這裡有個閃電 您把您的設備 的ID 把它打進去 好 把設備的ID 打進去 確認一下 如果他 已經怎麼樣 有亮綠燈了 表示你的 無線網路沒有問題 這台設備已經在網際網路上了 右上角那個閃電可以按一下 你就可以把你的設備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 然後您就會看到 有沒有在上面 有在上面 你就可以比較放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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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進去